在加拿大担任列车长是什么感觉论坛? 嗨,我是一名高中生,在过去的几年里 一想到要成为一名列车长,我就觉得很享受 随着我即将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列车长的想法似乎是我想进一步探索的事情 如果能知道列车长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以及你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那就太好了 我想知道的几件事,当列车长难吗? 你赚的钱足够养活自己甚至一个家庭吗? 训练需要多长时间,这份工作会变得无聊吗? 列车长有多少空闲时间,当列车长难吗? 可以 长时间工作,在压载务上行走 乘坐末端梯子和其他转换活动可能对身体要求很高 这让人精神疲惫 你需要知道很多规则以及你所经营的所有领域 你一天中的所有时间都在工作 精神疲劳可能是一个问题 从情感上来说,这可能很困难 你经常出差,工作时间很奇怪 几乎每个周末和假期都在工作 你不会有太多时间和朋友和家人在一起 你赚的钱足够养活自己甚至一个家庭吗? 钱可能很大,许多人第一年赚了八九万 训练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铁路 我在教室里待了两个月,在领土上进行了四个月的资格赛 这份工作会变得无聊吗? 一次经历几个小时的黑暗可能会很无聊 但几乎每天都不一样 列车长有多少空闲时间? 定义空闲时间 躺在酒店里,天知道在哪里 带上你的笔记本电脑,学习一些新东西 还是周末在家,因为我已经八个月没有吃过了 我所说的空闲时间是指在火车上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间 也许可以读几分钟书或其他什么 我会修理轨道车,偶尔会遇到列车长 这似乎是一份只适合单身人士的工作 我想有一个家庭会很困难,但我听说薪水很高 这很难,但生活也是如此 我不会说它只适用于单身人士 工作中有很多方面都很艰难 要求也很高,但我认为你得到的回应是负面的 如果你坚持下去,这将是一份有趣的工作 我很喜欢它,发现它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回报 尤其是在发新日 有人在你的第一年提到了60到70万A 你可能会,但如果你在18岁时雇佣 45到50万的位置是相当不错的 我建议等你长大一点 18岁时录用对你的资历来说很好 但这也意味着你需要42年的服务才能退休 我23岁就被录用了,一切都很顺利 我为我的生活腾出时间 这很艰难,但如果你不把它分开 它可能会让你失望 这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但却是一种可以管理的生活方式 有时候,这真的取决于你乘坐的火车 是的,工资取决于公司 但你可以期望从一天8小时开始赚180美元到200美元 培训在周外的一所学校进行 为期三周,酒店和餐费有我支付 在我的领土上又进行了5个月的培训 你真的没有时间对大多数工作感到无聊 有时公路火车会变得无聊 因为你长时间坐着什么都不做 这取决于公司、地区和一年中的时间 对我们来说,你每六天随教随到 就有两天假期 你可能工作两天 也可能工作六天 这取决于他们对你的需求 而在冬季,人们不太可能休假 所以他们不那么需要你 只为描述 享受体力劳动 团队合作 户外工作 以及安全意识 对CN铁路运营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 有了充满活力的全天候时间表 没有两天是一样的 你可以期待新的挑战 以安全为重点的工作环境 带心培训和与你一样热爱运动的同事的支持 我们提供的职业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很重要 加入我们 列车长作为两到三名列车员的成员工作 在铁路吊车场和道路上执行与列车 轨道车和机车移动相关的职责 他们协调列车的组装 并在吊车场或途中在机车驾驶室外执行任何地面工作 例如 操作轨道开关 接车 紧急维修等 责任 本节中的声明是员工必须能够在有或没有住宿的情况下 履行的基本工作职能 以实现指挥工作的目标 确保遵守与安全和运营相关的所有列车指令 信号 铁路规则和条例 提供和接收关于轨道车辆移动和放置的各种形式的口头和印刷说明 在铁路吊车场组装 拆卸列车 并在途中上下轨道车 观察 解释和中继信号 以确保列车和机车的安全运行 操作轨道倒叉以改变机车和轨道车辆路线 检查列车和设备的状况 在不熟悉的地点或紧急情况下做出有效的决策 通过手持无线电定期与轨道交通控制中心 其他列车乘务员和其他部门进行有效沟通 训练 成功的申请者将参加一项强化付费培训计划 其中包括11周的培训 在温尼泊的CN校区进行7周的课堂培训和4周的实地培训 CN现在提供更高且极具竞争力的培训工资 在温尼泊期间与交通 住宿和餐饮相关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在最初的11周后 候选人将作为船员中的一名额外人员完成至少45次旅行 以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 作为一名指挥家 必须成功完成整个培训计划 包括笔试和现场培训 包括身体要求 工作条件和身体要求 根据全天候铁路运输环境 包括夜间 周末、假日工作时间 一些加班和长时间不在家 以灵活的时间表工作 有规律和可预测的出勤率 推、拉、举和携带最多90吧 在不同的天气和环境条件下进行户外工作 操作轨道车和机车上的各种装置 如解勾杆和手制动器 爬上和爬下移动轨道车的梯子 乘坐火车时抓住和持有物体 经常长时间步行 经常弯腰、弯腰、蹲下和跪下 满足该职位的医疗健康要求 包括加拿大铁路协会制定的要求 例如识别和区分信号颜色的能力 其他要求 写作并通过安全和规则考试 住、根据集体协议 随后的强制性机车工程师资格将保留资历职位 高中文凭或GAD 获取和维护导线规则卡 持有和持有允许进入 重新进入加拿大和美国的护照 在某些特定地点 熟练掌握口头和书面交流 资产 完成大学或职业 技术学校合获货云列车员工作经验 在类似工作条件或监管 安全环境中的相关工作经验 持有并持有有效的驾驶执照 感谢观看